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耐心的看到最后 好了 那我们闲话少叙 马上操练起来 这个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免费的素材网站 素材的类型是比较详细的 网站支持多国语言 但不支持中文检索 内容也是以实拍人物素材跟动物为主 所有的内容都是非常的生活化 那就感觉像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 可用度也是非常之高的 你可以通过关键字搜索 找到你想要的内容 你还可以在视频下载页面 通过标签来找到类似的内容 部分内容可以免费下载 下载高质量素材 需要登录一下才可以下载 并无需注明出处 这个是一个以实拍为主的视频分线网站 内容是属于严肃写实类的作品为主 内容的分类也非常的详细 不支持中文 仅支持英文搜索 你只需要善用浏览器的翻译功能 那你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你想要的素材 网站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免费使用 无需动录 一键下载 在这儿大家需要注意 该网站使用的类似CC授权的这种方式 需要在你作品的结尾 或者是视频的说明里 备注素材的归属或者是来源 这样你才可以放心地使用 该网站海量的免费素材 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全高清视频素材的网站 你可以通过分类 或者是关键字搜索的方式 快速找到你想要的视频和影片 这里有大量的高质量的4K素材 大多数的素材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但是有部分素材也采取了CC授权的方式 当你在下载视频素材的时候 一定要在下载页面看清楚 它的授权方式 在每一个4K的视频说明里 都会有相关的授权说明 所有的视频或者影片都可以免费下载 可商用 部分影片需要注明出处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免费视频下载网站 我第一次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就会被这种满满的设计感所吸引 虽然它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但是足够优质且完全免费的内容 你是可以无需登录 一键下载的 不但没有任何版权的限制 下载的时候 还有多种的规格尺寸供你选择 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 毫不犹豫地把它收入囊中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升格素材的网站 网站有非常多的免费的视频素材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要数慢动作的视频了 这个网站不支持多国语言 也不支持中文的检索 但是内容的分类非常的详细 主要以城市和大自然的延时摄影为主 那也有一些其他人文性的内容 网站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可商用 但是大多数都采用了CC授权的方式 需要在你使用时 著名原素材的出处 大家在下载的时候 也可以非常方便地 在下载页面找到授权的信息 在你的视频的结尾 或者是视频说明里 著名原作者和出处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素材下载网站 内容也是非常的多样化 包括了电脑动态图像 实拍视频和AI模板 电脑动态素材 是非常好用的 我在这里找到了很多YouTube订阅的动画 分类也非常的详细 非常便于检索跟分类查询 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素材 支持多过语言和检索 但是并不支持中文 大家在下载的时候 可以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素材 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视频预览的左上角 Proud字样的素材 是需要付费才能够下载的 但是好在像这类的素材 并不是很多 其他大多数的素材都是可以无需注册 就可以免费下载的 我们现在进入下载页面 点击视频下方的License Info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查询到这个视频的授权方式 大多数都是属于CC授权 你只要复制这个链接在视频的结尾或者说明里 就可以完全享受它的免费商用了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网站是全球最大的免费图片的分享网站 其实它也是一个高质量的视频素材分享网站 内容都非常的丰富 分类也非常的详细 创作感十足 这里有非常多的4K素材 跟时下流行的数评的素材 网站支持多国语言 同时也支持中文的搜索 但是中文搜索的成功率非常不高 建议大家还是使用英文来搜索 这个网站所有的素材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你不用注明出处 而且也不需要注册或者是登录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舒服 这是一个有非常多的类型的内容 聚合而成的视频分享的网站 有音乐 音效 图片 视频 分类和筛选做得都非常的好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内容的分类 分辨率 许可证等等 这个网站并不是所有的素材都可以免费下载的 大家可以在左下角找到Free字样的视频 这些视频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或者你可以在筛选里面直接勾选Free的选项 这样也是可以得到免费的素材下载的 虽然可以免费下载视频 但是许可证的类型都大不相同 在下载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查看清楚 哪些是需要著名出处的 哪些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这个网站有很多科技产品和网络相关的视频素材 非常可惜的就是它不支持多国语言 这个网站是一个在全球享誉盛名的综合性的免费的素材网站 集合了照片 插图 矢量图 视频 音乐跟音效 六大板块余一身 你可以在视频的预览页面或者视频的下载页面 看到很多分辨率的选项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支持多国语言 支持中文检索 所有的视频都可以直接下载 可商用 不用著名出处 完全免费 无需注册或者是登录账户 最后一个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素材网站 它包括了音乐 音效 图片跟视频等 其中我最喜欢的它有海量的模板素材 其中包括有AE的Premiere的Final Card 包括达芬奇是应有尽有 非常适合影视后期的小伙伴 或者是UP主小伙伴来使用 视频的内容以实拍或者抽象的背景为主 网站的绝大多数视频是可以免费下来的 可商用 不用注明任何的出处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一类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 我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日常使用的非常有趣的软件或者是网站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或者是这期视频有帮到你 那么求个三连 视频制作不易 你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将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YouTube的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